那么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些images不是平行的 就是说它是歪的斜的话 那么我们想修正它就是说rotate一下 然后再截取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那么我们先要把它矫正 假如说这个东西不是平行的 那个transform 然后 transform edit 咦,咱们先这个link一下 那么我们就create a new transform 我看一下,这是translation 这是rotation 假设我们是rotation 假设这个是 我们 换5度 这个比方说负5度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它就在这了 然后我们一到一门来 你看 它就变了,对吧 然后我们要确认这个rotation 这个transformation 所以就点这 OK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是要截取其中的一部分 嗯 嗯 我先把它复小一下 你看 然后就是 cropwalling 嗯 fix 你看 你看 你现在 如果你这样截取的话 它最终还是跟这个东西平行 对吧 但是你想接下这样一个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先 就是 不dislable 这个 regiuminterest 我们要自己建造一个regiuminterest 点这儿 看一下啊 诶 这样就出来了 好像是点一下 然后再 点一下中间 然后再从中间展开 是这样的 如果点中间的话 它就这样移动 嗯 假如我们想 比方说 拿这块吧 假如就这一块 然后这边呢 在 上面一点 哎呦 这很难弄啊 好 假如就 弄这一块 那我们看这个walling information 你看 input volume是这么大 这个crop的walling还是这么大 所以肯定不对 那么哪出问题呢 你看input volume cropped volume 选个2 你看这就小了 对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选2 有的时候你选别的 它也是2 不知道怎么样吧 这就少了 这小了 这就说可以了 我就apply 你看 现在就是 现在这是写着 但如果它本来是写着的话 那么现在就正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它save save save 成这个 看一下啊 transformed wait cropped volume cropped 选 选最后一个 nrd nrd 反正是存 nrd 然后呢 abdomen cropped 对吧 你肯定选这个cropped cropped 然后 假如咱们存在这里面 save 看看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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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再重新打开slicer 看一看它 就是把这个NRD的东西啊 号 已经打开了 打开它 你看它是歪的了对吧 如果本来是歪的那就是正的嘛 所以我们要把它export 成这个 Dacon的格式 对这 Create a Dacon series 对吧 然后 我们选择一个folder 选择这 其他的都不用管 看一下可不可以 select a volume 这没有选择 选这个东西 然后apply OK 100%确定 我们先关注它 看这里面怎么样 这里面有了 那我们在Dacon的确认下 是不是这Dacon image 是rotation之后的 而且是剪辑之后的呢 我们loadDacon 这是以前的 我们去掉它 然后import desktop 在 这里 然后load 你看 这就成这种格式了对吧 然后看一下3D的情况 OK 对 我也不是这种格式了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 这其实没有选择 之后